大家好,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圆神苏醒之龙三旋战绩 平雷近年的飞海马千年 珍珠俊林寂剑孤王打法攻略 第一次高难活动最后一关 点任务追踪 来到海马Bus处 这次Bus是有高雷抗 不建议用雷元素打 同时需要破雷盾 带火、冰、草元素比较好 如果只拿原石 四个策略全选就好 如果要拿满奖励 推荐选第三个策略 P 拍打之后雷牛板减 Bus胸前出现雷盾 可以用T技能或一点盾桥 然后就是对着Bus胸口打 冰、冰、雷元素攻击 破掉雷盾 Bus就会瘫痪 也可以现逛街一会 等Bus飞天 召唤四个小珍珠 后 20 然后把四个珍珠打掉 珍珠是旋转的 在原地等着就行 移动速度比较快 可能不好追 四个小珍珠击破之后 可以把老师姐会看坏 或者趁机输出即可 都看到这里了 求个免费的点赞 拜拜